其實都想啊 因為其實 你說香港今年尤其是就是金像獎 你看到今年有很多新的題材都很吸引 希望將來會有回多一點 雖然今年暫時都知道開的戲也不多 我自己講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參與電影 因為中間有些卡有些阻礙 但是現在希望就是說 接下來有好的劇本 或者遇到好的project 無論是電視或電影都想試 最主要都是要好玩和劇本要好 可能自己和自己 或者有一段時間沒有在報章 或者一些媒體上見到大家 是否代表大家其實已經停了不做其他事情呢 那其實不是 只不過可能在等待一個更加好的機會 怕影響到他 我怕又不是很怕的 因為其實大家一向做事都很分開的 那我知道他在拍劇 他拍劇的那個台 我也都從來不會接觸到的 那再加上 大家始終都是工作和私事都會分得很開 那你說平時大家會出去吃飯 那飯當然要吃 當然要吃到正常的 那對男女 還有就算不是跟女朋友一起吃 那跟女朋友都會吃飯 正常的吃飯 那可能就剛好拍到 但是會不會是荒廢 只是顧著愛情 或者影響到他 怕他荒廢事業 或者怕自己不專心 對 公司不專心 但是我又會覺得 嗯 正常人 就是已經去到2019年再 再說這些 我覺得是有點無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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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